然番剧场!然番啦! 闲聊中,雨薇带着她来到了接待室 没有犹豫,她果断将自己的秘密向雨薇详说 听着她的述说,雨薇的表情从一开始的淡然,逐渐变得凝重 当得知他们曾在数条未来线上为了救世而同行时 雨薇终于明白风起为什么说回到星红基地就跟回到家一样 因为在之前的时间线中,这里也将风起当成了家人 明白了原因之后,雨薇让她稍作等待,然后离开了接待室 片刻之后,雨薇归来,带着她前往了星红最高会议室 与记忆中一样的流程,在进入星红最高会议之前 她经过了一系列的身体检查,并换了一身的衣服 当通过所有的检查之后,她来到了最高会议室 来到雨薇身边坐下,她开门见山,直接复述起自己的经历 与之前的未来线相比,这次还多了一条关于上一条时间线的相关信息 听完了她的讲述,坐在会议桌前的星红一种高层陷入了沉默许久 才回过神来,信息量太大了,让她们有些消化不良 从这些信息中,她们明白了风奇并非是在开玩笑 而是真的亲身经历过 震惊于这些情报信息的同时,她们妄想风奇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她们难以想象这个少年竟然在绝望中一次次的顽强挣扎 战胜了自己的懦弱与迷茫,依然坚定地选择站在人类这边 为旧事抛洒热血 风奇啊,有你是我人族之姓啊 已经满头白发的星红院长在这时站起身 眼睛真成道,随后弯腰向她鞠躬 其余的高层也在这时纷纷站起身来 院长,有你们这些同行者才是人族之姓 风奇也在这时站起身,朝着一众星红高层鞠躬道 星红研究院在每一条时间线的付出都意义重大 从最初的情报调查,天赋盲盒 到现在的记忆植入相关技术 每个星红人都默默无闻且坚定地走在旧事道路上 即使每天吃着营养高,也要将资源留在重要的研发上 尤其是郁伟 身为吃货的她,愿意为了一项研究 甘愿数百年如一日 他们每个人的付出都值得肯定 如果不是有星红研究院这些同行者坚定地站在她的身后 替她扫清了不少的阻碍 她的前进必然是磕磕绊绊 时不时地就要重重地跌倒 这份战友情,她的心中怀有感激 接下来的时间 她与星红研究院谈起了打造全能研究院的构想 以及虚拟游戏方面的研发 封其的想法很简单 让星红研究院参与到超级虚拟游戏的研发与打造中 然后分享游戏出炉后产出的收益 对于这个计划 星红研究院的一种高层显得十分有趣 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有几个建议让风琴的眼前一亮 例如星红领域生物研究部门的李主任就表示 超级虚拟游戏完全可以拓展开发许多内容 例如领域副本方向的内容 但副本开发方面的工作量太过庞大了 还得从未来相关技术上进行抄袭 也就是必须提前埋下种子 然后去未来抄袭成品回来 但这个方面也是有缺陷的 现阶段知识植入的技术是有容量上限的 且未来的超级虚拟技术可能是更新了N代后的产物 存在着不兼容性 仅靠抄袭未来数据库里的内容来打造虚拟副本 费时费力的同时效率还十分的低下 针对这个方向 宇维则提出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让玩家亲自去收集数据 然后打造领域副本 只要通过了副本审核部门的认证 就可以在游戏内发布 然后享受副本的收益分成 而他们要做的 就是提供给玩家副本世界编辑器 让玩家自己去创造 说不定就会诞生许多 让玩家既能感觉到乐趣 又能提升实力的优秀副本 讨论中 超级虚拟游戏的六个大方向被定了下来 首先是核心 多人匹配的对抗赛 这也是超级虚拟游戏的核心 也是超级虚拟游戏研发的初衷 一切都与服务修炼者提升对抗意识 与技巧为主 第二个方向是领域副本的打造 除了放弃构想中模拟显示中 有的领域场的相关副本之外 还可以添加玩家利用游戏内置 编辑器打造的虚拟领域场副本 与灾变前的魔兽地图编辑器的设定相似 这一条在细节上 他们还在讨论中给了玩家自创副本 添加了许多条限制 例如能够审核通过的副本 必然不能是纯粹娱乐像的副本 例如搞颜色的副本 纯粹休闲种田相的副本等等 这些副本的存在 违背了超级虚拟游戏研发的初衷 还会消耗修炼者的精力与时间 非但不能推动人类整体实力的发展 反而会拖后腿 这不是娱乐至死的年代 可以娱乐 但必须与实际内容相结合 给修炼者创造进步环境的同时 再带去快乐 所以一切纯粹娱乐像的内容 必须杜绝 这方面的详细规划 到时候会交给星红研究院 组建的副本审核团队来负责 第三个方向 是虚拟研发实验方向 例如许多虚拟实验项目 只需在虚拟游戏中 模拟对应场景与材料 然后在虚拟环境下进行实验 实验效果不一定与现实完全 但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可以有效地提升资源的利用 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虚拟研发方面的内容 风起于一众星红高层 在商讨中决定暂且不对外开放 只在星红研究院内部进行 毕竟现阶段还没有完全可靠的 其他研究院可以进行合作 一切还有待调查 等将来出现绝对可靠的 同行者研究院出现 再分享仅供内部使用的虚拟实验场景 第四个方向 虚拟游戏的收益规划 维持超级虚拟游戏的运行 是极为烧钱的一件事 毕竟这款游戏需要一个 超多人在线的服务器 还有其他游戏日常维护的团队开支 等消耗 星红研究院的资金 还有其他研究需要投入 不可能全部耗在超级虚拟游戏上 风起打造虚拟游戏的初衷 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 再从中赚取利益 来弥补往后的开支 商讨中 他与星红研究院的一众高层决定 这款超级虚拟游戏 采取免费加收费的模式 具体的方向是 玩家下载游戏 与体验游戏内容免费 在额外的项目上进行收费 但这些收费项目 需要保证不破坏游戏内容的公平性 不影响游戏的核心内容 暂定的收费项目如下 一 游戏中观赏性的外观 也就是衣服 饰品 需要花费金钱来购买 二 游戏中玩家自创娱乐副本 需收费下载 审核通过后 另外收益的1%至20% 分给副本创建者 具体收益比例 是玩家自创副本质量而定 三 游戏中特定的头像图标 需要进行购买 四 玩家自发的贸易行为 例如交易饰品 衣服 收取交易手续费 5% 游戏衍生的纪念品进行收费 第五个方向 虚拟游戏仓的发行 超级虚拟游戏打造方面 差不多已经解决了 虚拟引擎也已经打造出来 只是欠缺改进与完善 这方面 星红研究院会协助方之友 进行后续的开发 包括美工方面的人才招募与培养 但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没有解决 超级虚拟游戏需要搭配游戏仓来发行 如果没有游戏仓 即使是游戏做得再好 也是无用的 毕竟脑神经对接 也是虚拟游戏的另一个核心方向 这方面倒是有现成的合作对象 星红研究院院长当即表示 他会在近段时间 与李星辰进行联系 然后展开虚拟游戏仓的 发行合作 并加大虚拟游戏仓的打造进度 第六个方向 游戏推广 推广方面 星红研究院有自己的宣发渠道 但不一定适用于游戏的发行推广 毕竟星红研究院的地位比较特殊 属于独立机构 研究成果除了自我消化之外 普遍服务于领域战团 但并不服务于各大学府 所以后续星红研究院 需要去对接各大学府的高层 然后推广超级虚拟游戏 这方面的推广费用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星红研究院虽然是独立特殊机构 但完全有权利将有利于 人类发展的科研项目 对决教育部 直接安排在各大学府之内 例如要求各大学府采购 安装多少台游戏舱 然后向玩家推广 超级虚拟游戏项目等等 所以对于其他游戏来说 最烧钱的推广环节 在星红研究院这里 却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 至于非修炼者方面的推广 暂且不考虑 但也有例外 例如那些还未接触修炼学 却准备开始接触修炼学的中学生 毕竟这款游戏的服务对象 主要还是修炼者 至于未来 或许还会加入科研学者 其余非修炼者 科研人员的普通玩家 完全是可有可无的目标 即使是能够从他们身上 赚取到不菲的收益 但赚钱 永远不是这款游戏的核心方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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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